第五课 单元测试 1 第一部分 1到20题 这一部分都是一个人说一句话 第二个人根据这句话提一个问题 请根据您所听到的 在A、B、C、D四个书面答案中 选择唯一恰当的答案 第一部分的测试现在开始 时间大约需要15分钟 1 这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事 他说这件事让人怎么样 2 让我说呀 你什么都不用带 到那儿现买就行了 他建议对方怎么做 3 你不让我去 我非去 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他说他要怎么样 4 有人说 女人是水做的 所以 她们动不动就哭鼻子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5 5 眼下正是秋收秋中季节 也是农民一年中最辛苦的时候 农民什么时候最辛苦 6 别人给小宋介绍的对象 差不多有一个连 都吹了 这句话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7 我们别再等了 这样的天气 老张怕是不会来了 说话人觉得老张会来吗 8 你再去催催 这件事要是黄了 就太可惜了 他在担心什么 9 在你家 我还会客气吗 实在是吃不下去了 他说 他怎么了 10 你家那口子 平时对你怎么样 他向对方打听的是什么人 11 田中的中文底子很好 学习专业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田中的哪方面很好 12 帮朋友搬了一天家 累死了 我是一步也不想动了 他怎么了 13 昨晚的电影真不好看 白白浪费了两个小时 昨晚的电影怎么样 14 我们俩是谁跟谁啊 干嘛这么客气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5 领导的表扬 使小华感到很难为情 小华怎么了 16 他们俩是无话不说的朋友 彼此之间没什么秘密可言 他俩的关系 他俩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 17 他们俩本来是很好的朋友 现在竟然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 他俩现在的关系怎么样 18 除了小王 小张小唐还有小梁都没去过泰山 谁去过泰山了 19 除了小王 小张小张 小张小唐还有小梁也去过泰山 几个人去过泰山 20 那则终于得到了政府的奖学金 来华留学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第二部分 这一部分您将听到一段录音 听后请您根据录音回答后面的若干问题 录音可以连续听两遍 第二部分的测试现在开始 骆驼和羊 骆驼很高 羊很矮 骆驼说 身体长得高才好呢 你看 我长得多高啊 羊说 高不好 矮才好呢 他俩都坚持自己的看法 争论了很久 谁也不能说服谁 最后 骆驼说 我做一件事情 可以证明高比矮好 羊也说 我做一件事情 可以证明矮比高好 他俩走到一个花园外边 花园四面围着墙 里面种着很多树 枝叶茂盛 有些树枝从墙头上伸出来 骆驼稍微一抬头就吃到了树叶 羊 举起前腿 趴在墙上 把脖子伸到老长 还是吃不着 骆驼说 这可以证明高比矮好吧 他俩往前走了 他俩往前走了几步 看见围墙上有一个门 又窄又矮 羊一钻就钻进去了 吃到了里面的草 骆驼低下头来往门里钻 怎么也钻不进去 羊说 这可以证明矮比高好吧 老牛听见了说 高和矮都有长处 也都有短处 只看到自己的长处 看不到自己的短处 是不对的 只看到别人的短处 看不到别人的长处 也是不对的 就疯inka好 Force 刚好 我们下巴 在观众上 大患 伍于 里面的短处 散步